2013赛季 弗兰克进去里边 抽球一点 面对何宇鹏 何宇鹏在回追 速度上有点跟不上弗兰克 弗兰克冲起来了 弗兰克往中路在右侧的空档 往中间给穆谢奎 面对门叫 阻掉大门 打在立柱上 穆谢奎险些 再来看一下 何宇鹏这一下上抢丢了位置 然后追不回来了 这一下弗兰克传绝了一寸间 穆谢奎并没越位 王震奥在身后手搭在穆谢奎的身体上 还是干扰了穆谢奎的 这一下左脚射门 很可惜啊 反过四处太多的话 也会产品员累计给你掏黄牌的 看看这一下 王震奥丢位置的 右边落 董宇直接长传找穆谢奎 穆谢奎面对张冲 张冲这一下又漏了 左脚破劳利斯 张冲这个球什么情况 穆谢奎没有庆祝 穆谢奎连续两年第三场联赛 面对老冬家都有进球 还是没能阻止批球入网 再来看一下冬宇 这个球又是边后卫丢位置 出来张冲对落点判断出问题了 他认为这个 面对卢卡斯往边路带 等待队友支援 先把球护入 队友上来的比较慢 先往中路传没有成功 冬宇顺得漂亮 这就有战术反规 三分元给有利 李提香的左脚是能传为一些球的 李提香往中间塞 右脚传的 弗兰克 担当面对张冲 弗兰克调整一下大门 二比零 二比零 助力赛办没有举席 李提香送上大师级的传球 大家都在注意他的左脚 但是李提香用右脚推了一条直线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李提香传的一瞬间没有任何的问题 劳烈斯想造越位的时候已经晚了 劳烈斯知道这个球 他跟不住弗兰克的想造越位 但是维持已晚 李提香这球传得太妙了 弗兰克打得也精彩 他一直用眼神在看圆角 你看一直在瞄眼角 瞄远点的跟进队员 但是调整一下之后 他还看圆角突然打了一个进角 这球张冲守不住也没办法了 打的话有点要被打花掉的意思 因为现在防线还是乱的 又是一个机会 木鞋盔没有约会往中路传 没传过去又抢回来 弗兰克右脚的弧线都射 张冲把球扑了下来 还有机会姚军胜 看看这一次 斐玉右脚选择了大门 赵博 把球扑出了底线 这一下斐玉射门质量非常高 奔着远角的死角去的 孙政奥给右侧好球 这球停的还可以 东宇 东宇直接传中 中路 木屑葵投球 哇 这个球木屑葵力压劳烈斯 把劳烈斯压在身下 这球没有阅位 何宇鹏拖在防线最后 董宇停 然后直接传 写会呢 中场也做了调整 但是难讲说效果就特别好 埃弗拉自己过来了 埃弗拉这个机会 埃弗拉自己长距离弱 埃弗拉调整一下 右边还有机会 顾边右脚大门 打立柱上了 张冲这一下扑得漂亮 顾边左脚再传 不险快空门 又一个横梁再打 这球没进 打进脚是被张冲扑到立柱上了 然后第二下呢 是木屑葵的空门啊 木屑葵顶空门顶横梁上了 停的有些大 吕鹏把球拿下来 肺域传给了对手 董宇 顾边在套边 顾边杀到底线 看看顾边的右脚 换到左脚 顾边调整 左脚大门 又是张冲 张冲这场比赛 至少三四 扑过来曼巴 再回给特斯涅夫 特斯涅夫左脚 看起球质量 顶下来中路跟进 大门 老列斯 这个球没打进 赵博做出精彩铺就 这次戳高的林良明 二点还有机会 博桑击鞋 博桑右脚搓起来到后点 又有一个机会 还有再顶 空门大进 曼佐基 曼佐基应该没有问题 88分钟 大连人追回一个 曼佐基这球投球顶给林良明了 林良明第一下 这球出来之后 露过来 然后博桑 传得不错 顶 看 曼佐基顶 被扑了 林良明再射门 这个球应该没问题吧 有手球吗 应该没有手球 曼佐基投球被扑掉 然后下来林良明 射门打自己 射门被赵博干扰 打自己左腿上了 曼佐基门前 补射得分 拿到了 古斌很聪明啊 直接往边上带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这将是在客场 2比1击败了